第一个的话,定义名称 第一,请你把游标先切到黑名单筛选 然后选哪里呢? A1,Ctrl-Shift向下,Ctrl-Shift向下 然后上面输入黑名单三个字,Enter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在你的公司的名称管里面,就会多一个黑名单 那表示正确,第一步OK 第二步的话,就是在B2的储存格里面输入一个函数 就叫康义扶,然后Range黑名单 条件的话呢,那就是这个Email信箱 找到这E,按确定这样OK 第二步,向下填满,第二步OK,解决 第三步的话呢,就是筛选,游标放B1,记得哦 然后资料里面呢,找到筛选这边 这筛选很重要,以后如果你要查资料的话 其实透过它,就可以帮你把它查到 不见得只是查黑名单,其实蛮多地方都可以用的到 筛选,然后呢,这边有个箭头 把它找到什么,全选打勾取消 把E打勾,这样按确定 留下来的就E,那你把E的部分选起来 然后Ctrl-C,就C,然后呢,就把它Ctrl-V贴到哪里 你贴到查询结果了,贴上,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你的事情哦,就做完了 OK,那当然呢,平常你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如果你工作的效率快的话,说真的 其实,你等于事情就解决了 但是如果假设你这件事情哦,你是用土法链钢来做 可能你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所以其实啦,你要能够有多余的时间 恐怕还是要,你能够用快一点的方式 有效率的方式把事情做完 好,那最后记得把筛选取消掉 它又恢复了 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用了三个方法 OK,三个方法 一、二、三 OK,那待会的话呢,如果我希望 想要把它做出像一键完成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入制去期了 OK,因为呢,如果说你希望的能够更快 因为其实刚刚的方法已经过快了 只是说每天还要再做一次 还是有点麻烦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 可以在这个旁边的地方 查询结果的地方,直接增加按钮 黑名单筛选 按下去 自动怎么样 把查询的结果自动帮我带过来 那只要前面的查询名单变更了 反正你按一下,又自动查完了 我感觉现在应该还蛮好的 所以尽量的话呢 可以工作上都能够做出像这样的一个自动化 你工作就轻松多了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自己产生 所以待会,我想我们就两个按钮好了 其实不用那么多 一个按钮按下去,自动查询 OK,那一个按钮按下去 就把这个范围清空 delete掉就好了 OK,所以一个是delete掉 一个是查过来 大概就两个就可以了 那要怎么做 所以,第二个,请你把刚刚的三个步骤 三个重点把它变成这个VBA的程式 也就是透过录制具体来完成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试着怎么样 把刚刚的步骤录成一个具体 当然你说老师那么没把握怎么办 你可以分三段再把它串在一起 可不可以?可以啦 可是最好是可以一次就做完 所以你可以把刚刚的动作彩排一下 接下来就开始录制了 不过啦,失败的机会会蛮高的 OK,所以呢 如果你NG,你就重来一下 大概就这样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试一下 好,接下来我就应该OK了之后 那我就想想看 待会我的步骤怎么做 彩排一下 那等一下就用什么 录制具体还记得吧 其他命令 然后制定功能区开发人员 确定 这边有个开发人员里面录制具 就用它 那录制前的话 当然我再确定一下 确定什么呢 第一个,我先把它切过来 二的话呢 油标放在这边 那你说老师那定义名称名 其实定义过一次就好了 定义过就不用再定义了 你只要从二开始 就是输入公式开始 定义名称不用定义了 已经定义好了 不用定 你直接呢 把油标移到这边来 然后输入公式 向下填满 等于是说convif 跟筛选就可以了 油标再放上面 在资料筛选 把这边怎么样 打勾取消 然后E的部分留下来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底下选到底 可是选到底不要用滑鼠 我是建议油标一样放A1 Ctrl Shift向下 让它选到底 不然的话你用选的 你可能这一次选到这边 下一次不见得一定是同样的范围 OK 所以一定记得要快速键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然后再把它切过来 点击A1 Ctrl V 这样就完成了 记得点击哪个储存隔位置 这很重要 你少点跟点错 你的聚集录下来的东西就不对 OK 所以我们再做一次 把刚刚的动作串在一起 那我们就录一段好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开始 然后 筛选部分让它恢复 OK 那可能你的预备的动作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的查询名单 的游标 不要直接就放B1 B2 因为如果假设你等一下切过来 你要点一下B2 但是已经在B2的话 它不会入进去 等于是你会少入一行 所以记得一定要把 你的查询名单的游标 不要放B2 放B2以外的储存隔 放这边都可以 就是不要放这边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OK 好 移到这边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录次了 所以 那记得呢 因为你的按钮是在查询结果这边 所以记得你的页面一定要从这边出发 你不能直接切过来 那就多一个 那就错了啦 OK 所以一定要从这边开始 好 大概知道了 所以可能要两个地方一定要 第一个一定从这边开始 第二个游标不要放在B2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接下来的话呢 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 把名称输入上去 名称叫黑名单筛选 好 这样就OK了 就不要NG了 按确定就开始了 有点像在开始拍戏一样 不能NG就重来啦 不能没关系 就重来就OK 按确定 好 1点选查询名单 他会录一行叫 讯持查询名单.slash 切过来 2 游标再点选B2储存格 他录了一行 Range B2.slash OK 那3的话呢 直接上面打勾就可以 因为你的公式已经存在 所以记得 你本来公式就不要删掉 不然的话你要自己重打麻烦 OK 游标点一下上面 3 资料编辑列点一下打勾 4的话呢 就向下填满 5的话呢 就是 所以喔 Count if OK了 5的话就是游标再放在B1 做筛选 筛选的话就是资料筛选 然后6的话呢 就是直接把全选打勾取消 留下1 OK 就是1的部分而已 然后呢 7的话呢 就是游标放A1 Ctrl shift向下 这个一定要记得喔 你不要用滑鼠选 它会自动选到底 然后Ctrl C之后 直接切回查询结果 记得把它贴了 记得喔 最后的动作很重要 游标再点A1 Ctrl V貼上 OK了 好 那不要有多的动作喔 每个地方都很重要啊 我发现好像没有太难 但是只要有一个地方 因为它入错了N区重来 OK就这样吧 好 城市就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城市很呆板 其实还蛮无聊的 但是不要做错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工程师性格值是什么 就是一板一眼 反正每个step 每个step就要造SOP 就不会错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那种 会有SOP的人 你一定会不喜欢 可是没办法啊 台湾其实真的 你有工程师性格 很容易找工作 但是如果你没有 你是艺术家性格 真的很容易失业 因为没有地方 因为大部分都是要这样的 没办法 所以除非说你不想就业 那当然你就没办法 OK好 OK了之后的话 记得哦 就把它停止录制了 有没有 记得哦 最后一个步骤很重要 发现很多朋友 录到最后忘记 停止录制 又继续乱点 又错了 又要重来了 OK 好啦 反正这个我们花时间就对了 停止录制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黑名单塞一遍 我先把这个旧的先删掉 我们试试看有没有成功好了 按一下它 执行 有了 有没有 这个再删掉 再执行 有了 方便嘛 对不对 所以以后啊 只要你前面知道更新 然后你是直接怎么样 这边再按一下执行 就OK了 所以你基本上 以前可能要做一整天的事情 程式录制好之后 执行完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按钮改一下 改成什么 黑名单塞选 黑名单塞选 这个就OK了 把这边把它改一下 然后呢 这边把它删掉 按一下 不对 不对 我看一下 它不能乱 我是不是没有指对 我没有指到它 按确定 OK 点一下 有了 在最后的话 当然 再生下一个什么 这边把它改成清除 清除比较简单 清除的话 入字 这个很简单 这边就是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 就不用彩排 因为清除很简单 1 就点这边一下 不过在ng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选了 不对 不能直接选 选好它就录不进去了 ng停止 重来一下 这边要清除 所以录了完 假设你录错了 没关系 就ng 把它盖过去就好了 1 点一下A欄 2 Delete OK了 停止录制 那这样就有清除了 我先黑名牌筛选一下 然后再清除 OK 都有了 这个就把它改清除 先把它改清除 好 这样子 今天的进入 大概差不多这样就OK了 按一下 按一下按一下就下班了 等下其他时间就开始装忙 做这事 老板也不知道 OK 反正有很多时间嘛 OK 不然的话你用的事情做不完 然后完全觉得你一直在忙 一直在忙 到底做完做完没一直催你 你也做不完 OK 因为你不会用对的方法 OK 好 所以我再把刚刚的重点回顾一下 记得 你在录制黑名牌筛选之前 有大概几个地方要注意 有大概几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哦 一定要从查询结果开始 切过来的时候 油标记得不要先直接放在这里面 一定要放在B2以外的储存格 然后筛选状态可能可以把它先恢复 不要 然后你就开始点 最后贴可能这个A1可能也是一样 这边不要直接放A1 放A1以外的地方 就开始录制 所以切过来 然后油标再放B2 所以切过来 B2 然后打工向下填满 然后再筛选 OK 如果假设步骤记不起来的话 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我有把它加注解了 在第二页的地方 1到8 其实这我刚刚做的动作 1 切到查询名单工作表 切过去 2 点选B2 然后再输入公式 向下填满 然后再点筛选 反正你就照这个步骤做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做完的这个聚期 其实将来我是希望呢 再把那个上面加注解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